對不少香港人來講 晨早六點鐘是睡意正濃的時候 在與香港位於同一經道上的另一個城市 市民已經開支了他們每一天的早課 中文字幕提供 七點過後 早操的地點就會變得車水馬路 這裏就是上海 中國最繁盛的三大都市之一 上海在中國東南部一個港口耀鎮 黃布江 廣闊水深 口供百萬噸級的輪船停泊 另一方面 上海也擁有歷史悠久的貿易和工業基礎 具備了這些優良的條件 上海自然就成為中國重要的對外貿易中心 根據83年的統計 上海的出入口貿易總額超過了200億元人民幣 佔全中國的四分一 香港就是上海的最大貿易夥伴 83年 香港輸去中國的貨品 超過一本是經上海入口的 在香港進口的中國貨品當中 也有百分之十七是由上海出口的 兩地之間的總貿易額達到36億元人民幣 自從中國實施開放政策之後 中國就被國際間的商人稱為有潛質 而又是最龐大的貿易市場 最接近中國的香港商人 表現得更加積極 為了推廣中國和香港之間的貿易 香港貿易發展局繼去年在廣州以後 今年又選擇了上海 舉行香港商品展覽會 進一步拓展中國市場 主要目的是加入香港的財品 希望國內的人對香港的財品 發出到這麼樣 都可以很清楚地明了香港的財品 那麼從這方面 大家可以得到這麼樣的合作 一部分是貨品生產 一部分是相關生產 是兩個地方的工人都可以發生起來 唐先生一再強調尋求合作這個目標 事實上中國雖然為了配合四個現代化 而實行開放政策 不過對消費品和非資本貨物製成品的需求 仍然不是那麼大 再加上外匯管制這些問題 要將香港產品直接輸入中國 恐怕暫時仍然難以大規模進行 種種不同形式的生產合作 目前最受中國歡迎的呢 包括有中外合資或者合作經營 外商單獨投資 來料加工 以及先設夠生產設備 然後再以產物來償還的補償貿易 自從1979年 中國頒布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發言以來 到去年已經先後有13間合資企業在上海設立 第一間的合資企業 上海聯合模仿廠就是由唐長千的家族投資 聯合模仿廠設在浦東主要是生產毛沙和羊毛衫 廠內的機器主要是由國外入口的 原料方面羊毛由澳洲入口 套毛就是國內採舊 製成的羊毛衫除了內銷之外 亦都由香港協助尋求國際市場 毛沙亦都有供應香港 在這種合作形式之下 中國方面可以透過出口 亦都平衡引進外國機器和原料而耗費的外匯 另一方面香港亦都可以得到穩定的半製成品供應 根據我們進行的一項調查 我們發覺有過半數參加今次展覽會的廠商 是衷於找尋投資合作的伙伴 另外亦都有絕大部分的參展商 是希望藉著這個機會進軍國內消費品市場 參加上海的展覽 我們希望能夠將我們的產品 介紹到更廣泛的中國地區 我們想藉著今次的展覽會 將我們公司的優質產品 可以推廣在國內 我們想通過戰覽會 就是給我們在所有上海 在華東這一帶的老的客戶 老的朋友給他們信心 給他們看到我們的公司的情況 更希望就是進一步的 加強我們之間的合作 第二我們也希望通過展覽會 當然希望交一些新朋友 有一個從新朋友、新客戶 有一個良好的貿易開端 有一個經濟貿易開端的參展商 各有各的目標 這個月5日齊集啟德機場搭專機去上海 除了展覽會以外 貿易發展局也都在同一個時期 組織了一個經濟貿易代表團 去上海進行訪問 貿易發展局主席鄧煉魚 就是這個代表團的團長 團員包括本港的金融界、工商界 以及旅遊界的知名人士 我們這次的目的就是想加深香港和上海的工商機構的聯繫 以及亦都想了解一下上海最新發展的情況 以及亦都希望藉這個機會 加深我們工商合作的機會 在上海方面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上海分會 是今次香港產品戰艦會的聯合主辦機構 訪問團到部第二天 就去到貿易促會上海分會的辦事處 和他們的主任賈鎮之 以及其他成員會議 進行禮貌上的拜訪 跟著代表團又出席以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為首的多個機構 為他們特設的誤演 登年員本身是年多人 而代表團成員當中 亦都有好幾位是上海人 所以在住客交談之間一片香音明慢 份外顯得親切 正當代表團成員忙於籌作之際 展覽會場那裏 貿易發展局的工作人員 和各參展商亦都忙於佈置 他們都是希望以最好的姿態去迎接國內的買家 上海火車站那裏 北行的列車 再來剛剛結束江蘇之行的港督尤德著士 距離是應貿易發展局邀請 做香港產品展覽會的嘉賓 歡迎來到上海 很高興見到您 同一日下午 港督一行人等 坐車去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樓拜會市長汪道俠 會談間 雙方討論到加強港戶之間經濟合作的可能性 會談間 雙方討論到加強港戶之間經濟合作的可能性 開幕酒會 香港總督尤德爵士跟他的僱人 也在今天下午趕到上海 出席這個聖會 謝謝各位 5月8號 蘇聯式建築的上海展覽館 充滿了節日氣氛 為期六日的香港產品展覽會 就在上海展覽館的靜廳舉行 展覽館的工作人員表示 上海展覽館過去幾個月來 舉行過七節大型的展覽會 但是最引人注目的都算是這一次了 展覽儀式分別由港督和汪道俠市長主持 他們揮過金展在場的小朋友 放開他們手上的彩色氣球 展覽會就宣佈正式開始了 出席開幕的嘉賓 是第一批參觀展覽會的人士 汪道俠對現代科技和玩具的展覽攤位 似乎最感興趣 幾次注足參觀 當然對參展商來說 嘉賓的來臨 雖然並不算得上有生意上滿 但是總會有一份光榮感 展覽會第二天 專程由北京來到上海的中國國務院 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 鄭托斌參觀了這次展覽會 他除了對展出的香港產品 表示興趣 還指著放在會場的一張 香港妙嵌圖 垂順滲場 這個網址很漂亮 很漂亮 最後鄭托斌在會場展覽的 一個辦公室文儀用具攤位 提示祝賀展覽會成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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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舉行的香港產品八五展覽會 是貿易發展局在香港意外舉行的眾多展覽會當中 最大規模的一時 展覽場地的面積有成五千平方米 為了今次展覽會 貿易發展局籌備了九個月 耗資達到一百五十萬港元 參展的本港廠商一共有九十間 另外還有六間銀行 展出的香港產品包括機械、電子產品和零件 中標、電器、通訊器材、電腦、玩具等等 其中以非消費品為主 每一個參展的商號是要付出三萬四千六百元 做租攤位的費用 參展商的著眼點當然只是上海那麼簡單 而是整個中國市場 事實上中國和香港之間的雙邊貿易 過去幾年是不斷增加的 今年二月中國更加取代了美國 成為香港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貿易總額達到一百八十億港元 佔了香港對全世界貿易總值的四分一 我們國家的進口 主要的因為我們現在正在進行施化建設 所以我們主要的是要引進先進的技術 同時背 這是為了我們施化建設的需要 好像這一間香港的TWD貿易公司 很成功將一些香港配陷的錄音機機心 推銷到上海的一間音響器材廠 工廠的負責人表示 本來這些配件是可以由中國自己設計生產的 不過由香港進口就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加速生產、改良品質 工廠方面也都可以得到附帶的工程培訓和服務 中方的廠家原意是希望藉著這一類交易 將產品推銷到海外 不過後來發覺產品在國內更加受到歡迎 於是就轉為以內銷為主 港商方面就因為產品不能夠外銷得不到外匯 故此只有將所得的利潤再在國內投資 根據我們了解 謀求外匯平衡和爭取更多外匯 是中國在外貿方面致力尋求的目標 就以這間已經有120年歷史的江南造船廠為例 本來單是接國內的訂單已經是應接不下 不過為了爭取外匯、引進設備和交流技術 也都努力開拓國際市場 先後為四個國家一個地區做了13隻船 其中有三隻是帶香港製造的 從我們的生產成本這方面也有儀式 比如國外的勞動力 價格都要低一點 相當來說我們的成本也低一點 這方面也是我們的儀式 國內人工比較低 無疑是吸引外資的有利條件之一 不過工人的問題 有時也會為投資者帶來困擾 這裏是設在上海敏航特區的第一間工廠 是中港合資企業 目前仍然是裝陷和試產的階段 因爲這裏的土地供應是讓香港那麼緊張 所以廠房變得格外寬敞 廠裏面的一切設備都是由國外進口的 工廠仍然未生產 已經有人上班了 出現了 去年主義運 那我們就開始就裝了 那你裏的主義運沒有地方去裝了 平時你一直去裝 你造不到 我們剛好就決定了 我們私用需要被對著生產 如果主義運做工 誰要開始被搶 要實際給他們帶你 那私用就能夠對著生產 當然議員將我們 的主要做人要拖二個月吧 我們跟他們簽合約的時候 所定的工資,雖然知道有一部份是要上繳的 當初的了解,大概是百分之二十要上繳 但最近公佈的工資法來講 是相等於合約上的工資的百分之五十 這個超出的部份,即是將工人的收入減少 換句話說,我們給工人的工資 就不能夠達到真正吸引他們在我們工廠工作的水平 上海環球玩具廠在83年開始具體合談 合約就在83年底簽署 合談期間,港商遇到甚麼困難呢? 我們這個合資廠開始以來,雖然是有國內的合資法 但在解釋和執行的時候,我們是有碰到一些困難的 另外的問題就是,有很多其他東西出來的時候 然後呢,往往需要我們去跟上高的比較高階層的人士 來到去商討和反應問題 雖然他們可以幫我們解決,但是呢 就費了很多的時間和精神才能夠解決的 跟中國有生意來往的香港商人都了解到 合談需時,所以要在國內,特別是上海做得成生意 就一定要有耐性 同時本身的準備工夫呢,要做得好足 因為貿易合談間,上海人提出的問題 往往是比較全面和周長的 不過,合談抗日持久,亦非海外買家願意見到的事 好像現在見到這一宗,由美國商人和中國方面進行的冷氣機交易談判 據說,已經斷斷續續談了整三年有多 香港的儀和公司駐上海辦事處,就是交易的中間人 儀和在上海可以算是老字號 早在1844年已經有分公司開設 現在的辦事處是1979年重開的 辦事處的負責人說,老字號是有一定好處的 因為現在重申當權的人,對去日的儀和又順心 所以雖然生意上的競爭日趨激烈 業務的發展仍然是樂觀的 同樣的老字號,外資銀行的命運就有點不同了 香港的東亞銀行早在1920年已經在上海開始分行 業務雖然一直沒有停頓過 但是因為中國人民銀行一直包覽所有國內的銀行業務 外資銀行就只能夠做中國人民銀行代理的角色 直至到去年年尾,中央政策改變了 外資銀行才可以獲准做有關外幣的業務和出口押匯 不過客戶對象只限於外資、喬資和中外合資的機構 無論是老字號或是新招牌 本江的商人正在不斷地向上海這個市場進軍 除了貿易項目,物業也是一個新市場 照近在上海駱城的住宅樓宇、岩蕩大廈 以及離外灘不遠的商業樓宇、聯誼大廈 都有香港資本在內 我們相信我們雙方的經濟發展 將來一定會給我們很多合作的機會 香港商品85舉辦的目的在於顯示我們香港製造業的能力 香港製造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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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整體的成績來看 今次展覽會是達到推廣中港貿易的目標的 根據貿易發展局的統計 今次展覽會吸引來自超過二十個省市的六萬多人參觀 合談的交易總值大約是二億五千萬港元 其中還未包括合資經驗項目 這次展覽會呢我們感到香港的這個產品很豐富 我覺得這展覽會我們增長了很多知識 沒有看到的東西都看到了 因為我希望這個這麼大規模的展覽會呢 今後呢在我們胡建也要 能不能就是在我們胡建也要照拍一次 我覺得不錯 起碼給中國的人知道我們香港工業的發展情況 和出品的質素 很大的失敗 因為呢這次它完全是派給普通人 真正的買家都不能入場 發展局來說呢它說這個票這個權呢 就是控制在國內有關單位的 它是無權派票的 一而有它們本身分配的票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搞到我們應該入來 要入場的客人就拿不到票的 我們的詢問很多 每天都是很多人詢問我們 也都是實際有些人拿到很多單 訂單方面呢 真正的訂單我們一單都借不到 我們在中國大陸裏面擺展覽呢 這次不是第一次 以前也有類似的經驗 就因此呢我們本身也都是有一個 事前的心理準備 那麼就覺得呢就 在即時效果方面呢 未必那麼容易達到的 雖然是意見分層 不過展覽會除了提供一個機會 給本港的廠商展設產品 展覽期間也都有舉行過 座談會邀請和外貿有關的中國官員 和參展商交換意見 訪問上海的香港經濟貿易代表團 也都同樣在不同的會議那裡 就兩地之間的經濟和商務發展 進行過詳盡的探討 我們已經認識了很多朋友 和很多國機構的領導人 就有很多次見面和談話 我們團員覺得對上海 現在是比較有更深一些聯絡 當然這個是一個開端 我們希望以後再有繼續 時時有聯絡和接觸 自從中英就本港前途問題簽署了聯合聲明 中港之間的貿易活動 的確是比以前頻繁了 中國的領導人一再表示過 香港對實現四個現代化 是佔有重要的位置 至於將來的發展 會不會像這些不斷的握手 不斷的捉走一樣融合呢 這些就要拭目以待了 中文字幕提供 出發握三個月 到達三個月 公園的地點 七點過後 早前的地點就會變得車水馬路 這裡就是上海 中國最繁盛的三大都市之一 上海是中國東南部一個港口遙鎮 黄曝江,港阔水深,口供百万吨级的轮船停泊 另一方面,上海亦拥有历史悠久的贸易和工业基础 具备了这些优良的条件 上海自然就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 根据83年的统计 上海的出入口贸易总额超过了200亿元人民币 占全中国的四分一 香港就是上海的最大贸易伙伴 83年,香港输去中国的货品超过一本是经上海入口的 在香港进口的中国货品当中 也有17%是由上海出口的 两地之间的总贸易额达到36亿元人民币 自从中国实施开放政策之后 中国就被国际间的商人称为有潜质 而又是最庞大的贸易市场 最接近中国的香港商人 表现得更加积极 为了推广中国和香港之间的贸易 香港贸易发展局 继去年在广州以后 今年又选择了上海 去行香港商品展览会 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 要将香港产品直接输入中国 恐怕暂时仍然难以大规模进行 总种不同形式的生产合作 目前最受中国欢迎的 包括有中外合资 或者合作经营 外商单独投资 来料加工 以及先赏旧生产设备 然后再以产物来上还的补偿贸易 自从1979年 中国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来 到去年 已经先后有13间合资企业 在上海设立 第一间的合资企业 上海联合模仿厂 就是由唐长迁的家族投资 联合模仿厂设在浦东 主要是生产毛沙和羊毛衫 厂内的机器主要是由国外入口 原料方面 羊毛由澳洲入口 套毛就是国内采购 对不少香港人来说 晨早6点钟 是睡意正农的时候 在同香港位于同一京都上的另一个城市 市民已经开支了他们每一天的早货 Oops了 现在在另一边 贵的珍贴 都是海热網站率 了 太孤立地道 希望國內的人對相關這個產品的人事發作到這麼樣 都可以很清楚地明了相關的產品 从这方面大家可以这样的合作 一部分是森林生产 一部分是香菠生产 是两个地方的工人都可以非常之力 唐先生一再强调寻求合作这个目标 事实上中国虽然为了配合四个现代化 而实行开放政策 不过对消费品和非资本货物制成品的需求 仍然不是那么大 再加上外汇管制这些问题